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广告换周深重拍 潘伟博系吴亦凡涉毒迷奸同伙 代言紧急被撤 目前周深律师已介入 随着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 娱乐圈再次掀起波澜 不少明星都被牵扯进来 包括潘伟博 林俊杰等 8月2日有媒体从业者声称 连锁反应开始了 爆料有一位明星已被吴亦凡供出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曝光的内容是两张聊天截图 截图中一位疑似圈内人 向该媒体从业者爆料 吴亦凡被抓后 把某个明星给供出来了 据悉这个被吴亦凡供出的明星 在上周刚刚拍完一个广告 现在还没播出 如今他就直接被广告方替换 改成周身重新拍摄 爆料人还感慨地表示 有个镜头穿帮都不用擦了 甚至他直言 这个明星估计没戏了 虽然爆出的聊天截图中 没有说明这个明星究竟是谁 但从爆料人和媒体从业者的对话里 似乎能看出蛛丝马迹 截图中爆料人遗憾地提到 没正式拍他的MV 让人不由猜测 这个明星是不是一位男歌手 同时媒体从业者调侃的回复中说道 他的老婆也是掉了个寂寞 这句话又缩小了众人怀疑的范围 证明这个明星已婚 并且和老婆身份差距非常大 联想吴亦凡事件后 网上的传闻 以及男明星谢明浩在自己工作室社交平台上 实名举报潘伟博和林俊杰 让不少网友猜测 这个被吴亦凡供出的明星就是潘伟博 2020年7月 潘伟博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合影 表明自己找到了心仪的对象 并且已经和女方正式登记结婚 引起热议后 有网友扒出了潘伟博老婆轩云 曾经是一位空姐 她与郭富城老婆方圆是旧相识 两人疑似都参加了天王嫂培训班 因此许多人怀疑 轩云与潘伟博结婚目的不纯 还有传闻 连王思聪都赶来吃瓜 目前潘伟博工作室 已经紧急发布了律师声明 否认网络上 关于潘伟博的一切不实言论 可是 由于吴亦凡此前 也曾发布律师声明 否认传闻 如今 她却被刑拘 令网友们对潘伟博的澄清 并不买账 仍然保持怀疑 他们认为律师函 无法证明明星的清白 如果明星觉得 网上留言有问题 还不如直接报警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爆料存疑 现在已经分不清 事情的真假了 不管怎么样 没有实锤前 我们还是不要随意猜测 一起静待事情的发展吧 娱乐圈就是一个圈 有些人看似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其实却关系匪浅 有些人看起来打成一片 私底下却为了资源 勾心斗角 随便挑起圈中一点 或许就能牵扯出 一大片灰色地带 而这片地带 能否与外人道 全看输赢 掌握在谁手中 这其中的深浅 或许只有当事人 才能切身体会 咱们且当笑谈来品一品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吴亦凡在警方的控制下 对自己涉毒迷奸事件 供认不讳 此外他还供出了好友 兼同伙潘伟博 随后演员谢明浩 委托其工作室 在社交平台公开举报 潘伟博和林俊杰涉毒 希望警方能尽快投入调查 他还表明如果此事有假 他将负法律责任 关于潘伟博涉毒的传闻 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潘伟博方面随即发出律师声明 潘伟博先生从未实施过 此次网络谣言所传的违法行为 据此有网友表示 潘伟博身为一名歌手 对自己的嗓子是十分真实的 不会做出诸如涉毒等事件 毁掉自己的歌唱事业 不过也有网友调侃到 吴亦凡告赢了12次 关于自身名誉权的官司 结果却涉嫌多重罪行 可见律师函的含金量真的不高 不如直接让法律来说话 8月2日更是有爆料称 潘伟博的代言已经被撤 他刚拍完的广告 现在直接被推翻重拍 主角换成了周身 爆料者还调侃到 以后想再见潘伟博 就只能蹲监狱头 拍潘伟博的纪录片了 潘伟博刚与妻子卢娜结婚一年 如今却深陷涉毒丑闻 如果事情属实 他老婆也算是嫁了个寂寞 潘伟博跟吴亦凡合作过综艺节目 中国有嘻哈 潮流合伙人等综艺节目 节目中的他们非常默契 趣味相投 私底下也会小聚一番 此次被牵扯进吴亦凡事件 也不知他作何感想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网友将目光纷纷投向了 管虎 冯小刚 林俊杰 王思聪 林更新 周杰伦 四大天王等人 管虎在与吴亦凡合作电影 老炮时就对他不吝夸赞 称吴亦凡不像一般的大男孩 十分干净 眼睛里满是单纯 吴亦凡事件发生后 管虎迅速清空了社交平台的动态 却引起了网友的怀疑 他是否也与吴亦凡事件密切相关 8月1日 冯小刚突然缺席某影展的终审 也让网友们惊讶不已 此前又传言称 吴亦凡会定期给合作过的导演们 送上美女享用 与吴亦凡合作过老炮的冯小刚 忽然消失 也让网友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 吴亦凡事件 不过影展方面解释到 冯小刚是因疫情原因 而缺席此次终审 但周迅 王一斌等评委都如期到场 独独缺了冯小刚 这一点也是很让人费解 网友们不懂就问 冯导的缺席到底是受此次疫情影响 还是受比疫情影响 更是有网友大胆发问 冯小刚导演 不会是在警局做笔录吧 此次吴亦凡事件 惹得整个娱乐圈位之一震 他背后的势力 随着调查的推进 又能否浮出水面 娱乐圈的腥风血雨 或许就要到来 暴风雨降临前夕 有的人勇敢发声 实名举报 有的人默不作声 撇清干系 可谓是千姿百态 一彩分成 或许这个圈子的确该换换水了吧 而不是永远只能做被人宰割的羔羊 这也将会是展现中国法律公平公正公义最好的时候 找到真相来个杀衣井百 告诉那些在红线外游走的人 管你是大明星还是太子爷 犯了法了就别想逃 至于都美竹这次举报吴亦凡为什么能成功 阿胜愿用一句话来解释 善恶有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原本只是关心自己儿子被诈骗的母亲 阴差阳错之下选择了报警 结果被警方求出更大的案件 一个偷拍吴亦凡DOI的员工 原本只是想用这些视频日后威胁自保 结果成为了垂死吴亦凡的最有力的证据 这起案件中的巧合 就像是老天亲自下场惩治恶人 在坏人各怀心思的情况下 结果一步步走向了正义的结局 妥妥地溢出黑色幽默 最后且看吴亦凡的律师能如何为他辩护 如果强奸罪落实 没其他特殊情况 三到十年的牢犯就稳了 如果还涉及到未成年少女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吴亦凡 我看你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还是赶紧交代下同伙 争取个戴罪立功减缓罪行吧 社会主义社会容不下你这资本的渣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如果您可以温恢养你